一百五台的重型機車 馬上就要通過莎莉大丘 這裡面前就找到位置 要將這個總管的外面打樓下來 專程中間兩公里由紅色港区所傳染 騎到莎莉大丘 長久以來就是騎梯和騎機車朋友 上街的地點子 包括這位車友也讓莎莉大丘 賣兩公里的美景所感動 我真的吸了我是第一次過來 你是第一次過來 我是第一次過來 以前都經過而已 那第一次說 有在裡面停下來休息一下 這個是第一次的體驗 我感覺很漂亮 因為有它紅色的油漆 然後還蠻長的 然後跟旁邊的田啊 河流這樣交叉起來 感覺上風景非常的漂亮 感覺非常非常的舒服 這年車友有一通過大丘 後馬上全龍是來登公室一下 公室這邊也早就請出到停車場 等台資靈朋友來說 如果騎機車朋友要去上 連工作人員也告訴他們 拿去手機了 去下車的店行車禍 實在頂竅設定五月七出 實在有上米雷經過的路外 其實要有一個地點 也真的騎機車朋友正方拜訪 我們塞尼大橋在100公斤公路美景的票選是第一名 另外我們塞尼延平老闆有一間林公學上行 其實是我們台灣第一間 競口哈雷機車和福特機車的貿易商 有這種淵源 這些重機車來到這裡 也是成功一個巡根的活動 無論競口哪裡這支車隊都是大家注意的為例 雖然這輛車有全能使的老闆協賞 平常接受好健康的款待 新鮮來體驗塞的各種列車 記者在臉安 聰報道